各位好,我们今天来继续介绍Block Design里面的第七个,我认为算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FPN 它叫Feature Pyramid Network 从这个标题上面就知道它是类似一个金字塔的一个概念 怎么样把feature能够取出来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利用这个网络看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个Multi Resolution上面的一些特征 这个也算是我们像在OD后面未来的很多的深度学习的网络开发里面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有关FPN的一些内容 我们知道在深度学习的这个架构里面的一般的网络 尤其像在OD就Object Detection的网络上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网络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Backbone Backbone的主要的功能当然是在做什么 做Feature Extraction 也就是把我们认为重要的这个Feature能够找到 好那第二件是第二个呢 通常我们在最后会装一个Classifier 看这张图上 我一般称为head 这个head基本上就是在做什么分类 我们一般称为的分类器 通常这个Classifier有不同的 像你可以做Bounding Box Regression 所以这个类似不同还有分类 我们可以用这个BCE 这个不同的一个 那个Objective Function的方式来找到 这个分类的一个效果 这样 好那那当然在这个 这个两个是我们最常常使用 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Backbone 在这边 在这里 有一个Backbone这里 能够帮你找到所有的Feature 所以你看这边它告诉你的Feature 好那再来是说 我们通常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一般称为的Neck 在这个上面就是一个Neck 这个Neck的意思呢 基本上就是在 我们在做Classifier和Backbone之间 我们希望在这个 我们取出来的Feature Map之中 是不是能够利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来找到所谓的Multi-Resolution的Feature 好那因为我们知道 从这边来看 如果我们的影像进来 一张大的影像进来 我们通常做了一个三乘三Convolution 那或者不管你用了五乘五或七乘七 那基本上你还是用一个非常Local的 这个非常区域性的一些特征 可是越往下走 那你现在这边标了一个三乘三 那因为它的影像经过缩小 Feature Map经过缩小以后 那这一个小的区域 事实上Cover到的这个Feature就很大 而且它经过资讯融合整合之后呢 通常一个小的资讯率包含的这个资讯量就更大 它的这个我们讲的Field Field就更大 好那可是在这个所以在每一张Feature Map里面 它的这个每一个Pixel代表的这个特性 事实上并不太相同 那NAC在这边就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是说 我怎么样把这些资讯 经过这个不同的一个NAC 它这个资讯融合交替这个的部分 能够把这个Multi Resolution 就是不同尺度 不同这个Resolution上面的这个Feature 能够做一些总和 整合 所以它这边告诉你说 这个NAC的最主要目的是做Perform什么 Multi Resolution Feature Aggregation Aggregation在这里历史当然就是整个 把资料做这个特征做整合的一个部分 所以一般我们来讲 Deep Learning呢 它的这个整个在架构上 我们分为Backbone NAC和Head的部分 那前面我们介绍了非常多的所谓Backbone 从前面的Residual Block到Mobile Convolution的Block 后面还有介绍了CSP等等 这些全部都在讲这个Feature Extraction的部分 那Classify我想这个没有问题 一般我们会用了这个Multi Layer的这个FN 就是Fully Connected Network 来做这件事情 那现在呢 唯一剩下的就是所谓NAC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NAC的一个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要所谓使用所谓的这个Fature Pyramid 那它的参考的Paper在上面这一段 那这个当然它是最主要的一个 这个有关Fature Pyramid Network的一个Paper 主要使用在Object Detection 那我们看一下什么是Fature Pyramid 主要陈述是说 不同的这个物件或特征 在不同的尺度下 它这个是有点不太相同的 那再呈现出来是不太相同的 所以我们当 当我们在进行影像的这个处理 就是辨识的过程当中 单一尺度 这个所提取出来的这些特征 往往是不太够的 尤其像小的物件 你可能或者太大的物件都有可能 这两件事情都是不容易处理的 好像我想各位都知道 OD在处理 以往在设计的 像YOLO 它对小物件的判断就是非常不好 好 那其实对它对很大的物件 效果也不好 好 那所以那你要靠什么方法来处理呢 就是我们当时希望说 在一张影像里面 看这边一个影像里面 我希望是在这里面 我可以把大的影像 小的影像都放进去 那同时去经过什么 做CNN的这个 feature extraction的部分 那我就会得到 比较小的feature map 和比较大的feature map里面 不同的一个特征 然后分别去做prediction 或者去做资讯整合的prediction 那通常的这是一般的做法 可是我们知道 这边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表示我们在外部做了什么 把一张影像做了缩小 缩成了不同的这个大小 就像progressive learning 的概念很像 那这样子的做法呢 它会吃很大的这个记忆体 而且速度上也会非常慢 那表示你一次要同时 读出来非常多张的这个记忆体 来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问题就是 做的想法不太容易 这个做法 那所以又产生另外一个想法是说 我把一张影像 先去做了这个 做了这个convolution 就做了feature extraction 所以我做了好几层 那我就会得到 不同的feature map在这里 那我分别对这个feature map 去做 prediction 那当然这个有不同的是说 在这里我可能 第二个feature map 第三个feature map 第四个feature map 就第四个layer的feature map 和你原来这几张可能 就原来的地方 可能不太相同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就是我减少了这个 这个方法当我减少了记忆体的部分 那可是这边我会保持 原来的这个feature 我意义上的不同 大概是在这里 不过anyway 最重要的 这边还是讲到 像这个影像的 这个feature的金字塔 这个pyramid 一直都是解决不同尺度的问题 最常用的一个手段 那为什么我们希望要feature pyramid的一个概念 是在这样 那后面我会介绍 在paper里面 它有不同的这个 以往我们常常解决 这个feature pyramid的 不同的一些方法 在原始的这个 feature pyramid network for object detection 这篇paper里面呢 它基本上有列出四种 这个影像金字塔的概念 那也做了一些 它的优缺点的一个比较 那我们首先看看 第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在前页里面有提到的 它主要是把一张影像呢 先做了这个rescale 把它缩小 把它缩小了以后呢 然后分别呢 对这个取出它的这个feature map以后 然后做这个 做了这个什么 做了这个prediction 那它在这里backbone的地方里面呢 就是不管你做了什么内容 做了什么方式 它就去分别对它去 那因为我们知道在od的时候 每一张影像里面 我们要需要标记 你所有的你要有的object在这个里面 好那在这边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需要对不同rescale的object去做标记 它的标记的量会越来越多 虽然你说我们会这个影像处理的这个技术 也许我们可以把标记一张然后再去多做 那它当然这个还是有缺点 就是你的作业量还是变大 好那虽然会你可以省一点时间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它的memory的这个变大 好那原来我们只要存一张 你看原来右边这个方法是传统CM的方法 我只要有一张的影像 然后有四个feature map 可是在这里面它就不同了 在这里面呢它可能要做的这个 我要同时丢四张影像进去 好虽然有不同的大小 那我还存不同的feature map 好那它的影像的处理的这个 这个memory的量就变大 那这是第一种的方式 那我们看第二种方式 它们称为是single feature map的一个概念 这是传统CM的做法 也就是我做了convolution 然后最后我只用最后一层做prediction 那这样的一个prediction 当然你就会知道 我只有考虑到最后一个维度的这个特征 那中间的维度特征就没有被考量到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做这个一般CM的方法 虽然效果也不错了 可是如果你要来做od 做其他的方式上面 那它的效果上就会会差很多 对小的物件大的物件都会有一些问题 好那第三种方法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页 也有讲到的成为feature hierarchy的一个概念 那也就是说我把一张影像 经过convolution往下做 我会得到各种不同的大小尺度的这个feature 然后分别对每一个里面去做prediction 去做出它的不同的prediction 再来做整个 好那这个像ssd 它的做法就是用vgg的最后三层来做 那这样的方法当然对小物件上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没有那么优势 当然ssd的速度很快 好在做od的时候速度很快 这是它的优点 它的方式做的这个运算还是比其他的少一点 好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要先准确再求快 所以这个地方对小尺度就比较小的物件上是 侦测上还是比较不好 那我们看看第四种方法 也就是这个这篇paper主要提出来的所谓的FPN 叫做feature pyramid network 那它的做法是这样 它除了像左边一样 它有由下往上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把feature呢 由一层一层的往下缩小去截取 同时呢 它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是 它把这一张影像做了skip connection的动作 也就是说我把这张传过来了以后 那我希望把跟原来的这张feature map的资讯 全部丢进来 我们发现到原始的这个feature还是很重要 所以它做了一个整个 所以它那边做了一个乘二的动作 如果缩小二分之一了 它就把它乘二 就是upsampling的动作 它做upsampling以后这一张的大小呢 就会跟原来的这一张一样 然后接着下来我做了skip connection 把这一张里面做了一个资讯融合 同样的再做底层 如果你有四层也一样 你做四层的一个部分 就看你选择多少层 那接下来再对分别的每一个这个layer 去做prediction或做prediction的一个整合 那这个是 这个是它提出来这个feature pyramid的一个方式 所以它包含了两样东西 就是包含了除了这个top-down 在这里top-down和skip connection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就是paper里所提出来的四种 这个feature pyramid的一个方法的 一个优缺点的一个比较的 我们最后归纳一下fpn的这个架构的设计 那它的特色 就是就像下图右边的这个部分 除了有top-down的概念 就是有这样子top-down的一个概念下来以外 那它有这个skip connection的一个部分 它会有较高层级的feature map 会经过这个up-sampling以后和低层级的相加 做一个add-in的一个动作 那不是concapped 这是add-in的一个动作 这个应该因为你要做最后的这个feature prediction你会有这样子的动作 好那不同的值 而且在不同的尺度下做预测 那原来有时候只会用这一个 那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是对每一个东西都做prediction 好那当然这边有些细节在前一页没有讲到 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feature map的时候 做convolution的时候 这边的张数可能会不同 所以你要注意 所以在这边进来讲 因为我们每一个layer 经过不同layer 它的这个feature map的张数不同 所以这边还会做一个1乘1的convolution 在这边你看到这边补充一下 这边补充一个它会有1乘1 1乘1的目的是希望把 这一个除了这个比较高阶层的这个feature 除了它做up-sampling 它做up-sampling以外 它的size变得一样以外 第二个它们的feature的这个feature map的数量 它要一样 所以它才能做什么 做这个adding的一个动作 所以才能够做相加的一个动作 好那这边补充一下 刚刚在这里 这边讲一个放大 这个up-sampling动作 好那还要做一个 所谓的1乘1的convolution 把它feature map的数量 能够做到一样 所以其实fpn在这边的做法 就是它做了不少的这个feature 这个融合的动作 它1乘1基本上 它的channel改变 它就做融合的部分 把不同的这个feature 在经过一个1乘1的convolution以后 它把各layer 各个不同feature map之间的资讯 做一个融合 那甚至还再加上上下不同的这个尺度上的资讯 它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那这是基本上fpn的一个架构设计 除了原来这个 在paper里面介绍的fpn以外 我们看看上一次我们在介绍csp的时候 在里面它有提到其他不同的这个feature pyramid的一个概念在这里 那我们看看在yolo3或者这个fpn里面用到的方式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除了这个做了top-down的一个概念以外 它还做了所谓的skip connection 然后这边去做了这个prediction 那你看那还有一所谓的gfm 那gfm当然是另外一个一张paper里面叫做global feature model 在这里 global feature model 它的想法就是 我把这边所有的这些特征 全部融合在同一个feature以后 然后再把它分开给三个不同的一个想法 那在thundernet里面 它是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方式的速度比较快一些 那这个右边有一个比较 那上次我们在介绍 那个就是介绍这个csp network的时候有介绍 因为它主要是有跟这个gfm做了一个比较 那当然在csp里面的文章里面 就csp network 它有提供了叫efm的一个方式在这里 所以它的做法跟前面很类似 做了fpn以外 它又再做了同心 从里面再多做了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它做了一个这个 它这边做了整合了对不对 这边做了上下整合以外 它还在这边多加了几样 在这边 那这个的动作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multi resolution能够一起做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做resize 做同样的部分 它的基本想法是能够让它的fusion做得更多更好 更多更好的一个想法 那所以这是不同的延伸 因为我们在介绍fpn 所以呢我要把各种大概有发生的一些 我觉得重要的一些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类似fpn延伸出来的这个内容 大概的review一下 所以你大概知道说 你也可以做这样不同的一个整合 那它最主要目的 是希望能够大的 大的feature和小的feature 都在未来的过程当中能够被呈现出来 好那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设计的目的 除了刚刚介绍的这个另外的三种这个fpn以外 我们再看看在一般的网路里面 还会有哪些延伸性的一个这个fpn的一个网路 那在这边我们列举了这个另外的三种 那这是原始的fpn 我们就知道这个网路是从由上往下 这个top down的部分 当然还有做了这个所谓的skip connection 就是the lateral的一个connection的一个部分 好那第一个 我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个叫pa.net pa.net的想法是说 我除了做了上下以外 我再做了一次这个feature的融合 我把这边的内容重新再整一遍 好这是我们最常见 好那后面这个常常看到像yolo里面 常常会出现类似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好那在第三种的 好第三这就多做一次 左边讲的pn再多做一次这个 这个我们讲这个button up的一个概念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nest的这个fpn 好那在这里面 它就它是用所谓的repeat block 这个不管它就它可以这个 这个block可以不断的重复 它的想法是说 我做了这一次以外 我还可以重复做好多次 那这变成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 iterative的一个概念在这里 好那所以它在这里面呢 它做的方法只是 它也许它要强调这个第四个layer的资讯 它然后多做重新的连接 然后在里面做多重不同的一个设计 那就是说你看到除了由下往上 那由上往下 好那它由上往下的概念 它就不用了 它只做什么呢 它做由下往上以后 它把这些资讯呢 做平移上平行上第四个layer呢 做了特别的一个连接 第五个做了一个连接 好那它的做法当然在这里 可能是强调这几个layer的重教性 然后再把这些资讯往上传 然后再做一些不同的一个连接 那其实这个就是对你看你对这个哪一个feature map的一个重要性的一个看法 怎么去设计这样的一个部分 好那这个by fpn它也是一个repeat block 它可以做重复的动作 那它强调的是说除了每一个feature以外 它希望在中间再做了一个这个feature融合 然后再把这些资讯往上做 好那其实它这边强调了另外几个想法是说 我可以不断的重复的这些这个block 让它做一次做两次做三次 好这个是我们讲的 这个是属于这个hierarchical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可以让它在这边不断的做重复 那架构上它变得多 那资讯的融合上变得次数更多 好那他们发现到这样的可能效果不错 这个by fpn这个部分在yolo后面的后续上面 用了不少这样的一个概念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加了这个fpn以后 你要怎么去应用在怎么做去做分类 怎么去连结的一个概念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图 这个就是我们讲因为resnet50 或不管你用方式 基本上它会除了这个steam产生的一个layer以外 它会产生另外四个layer 所做出来的feature 好这是我们讲resnet resnet我们都知道它是有四个不同的layer 通常就命名是layer1到layer4 那c1是什么 c1就是steam 就是一开始它会做了一次 这个convolution的一个概念 把影像缩小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 好那它基本上是怎样 所以这个我们忽略 我们不管不用管这一张 它通常做法就是用把这个layer2到layer5的资讯 做了一个fpn 这是标准fpn的一个概念 好那由上往下 好然后由左做了lateral的connection 它是做相加的一个概念 好那这边的意思就是upsimpling 那这边一个这个符号 是做了upsimpling的一个概念 把它放大 否则它尺寸不大 会不相同 然后最后做了一个相加 那这边呢 它是做了一个1乘1 我想这个我们刚前面有介绍 它的这个概念在这里 好那让它的feature的数量 feature map的数量一样 然后最后它这边可能会再做了一个convolution 不管你可能做了一个convolution 或其他的部分 会得到不同的feature map 或者是你要得到相同的这个 或者做1乘1都可以 好这边就看你要怎么去设计 那设计完了以后 接下来你会得到了p2 到p5 好这就是我们讲feature pyramid的一个概念在这里 好那这边做完的这个 你要怎么做呢 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 好它的做法当然有很多种 你可以自己参考 第一个呢 我就是把这张影像 它可能有非常多的这个feature map 对不对 那我怎么做呢 我做了GAP 所以它变成了一条个长条在这里 好那做了长条以后呢 我去做一个fully connected在这里 fully connected 或再做软路 好那这是activation function 那我对每一个不同的这个feature呢 最后呢 我会怎么样 我会把它做concat 好把它全部concat的起来 好就是也就是说 我可能这边得了一个这一个 我这边得了一个这一个 这边得了一个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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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这边做的内容 有点像做attention的一个概念在这里 看你要怎么去处理 好那这边做完了以后 接下来 我再把这四样concat以后 再去做一个fully connected 再做softmax 就得到最后出来的结果 好那这是我们去怎么整合fpn 好和我们最后这个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就称为 后面我们一般熟悉 称为这个head的概念 怎么把这个head呢 把这利用这个一个head的一个设计 把所有的这个feature呢 做一次完整的一个整合 所以在你最后的这一个 这个我们称为latent latent这个vector里面 它就会包成 譬如这个是大的资讯 这是中的 这是小的资讯 好它会把这个资讯 做一个整合 那最后我再做一个 fully connected network 来做这个辨识的一个动作 后面这就是我们一本 最后的classifier classifier在这里 好那这是第一个范例说 怎么样把fpn的这个资讯 做最后整个 怎么去连接一个head 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这是一个大概应用 我们可以自己 除了用了这个fpn 后面会介绍 怎么使用fpn的一个程式 因为在pytoch里面 有一个内建的fpn的一个网络 当然你外面也可以找得到 找到fpn的一个class 然后直接兜进来 那最后你只要写一个 后面的小的一个head 你就可以把这个所谓 我们就把multi resolution 就是多尺度的这个prediction 可以做得出来 除了前面的范例1以外 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范例2 来怎么做多层次的一个分类 前面一样 假设我们用resnet50 会得到四个layer 从这个layer2到layer5 后面做了fpn 那中间我就不重复 他会做了1乘1 会做了upsimpling的概念 中间做了一个convolution 这个做了convolution的一个在这里 那会得到了p2到p5 这是我们讲feature pyramid的一个feature map 那前面我们只是自换这里 我们主要是在这边 前面的做法当然是用了gap做了以后 他最后做convolution的概念 那我们知道他也可以直接做什么 做edding 做edding的一个做法 那他的做法是 我在这边做了gap 一样我还把它变成 这个一列 就是把刚刚的feature map做了一列 做了fully connected 你就知道做fully connected 这就是linear transformation 再做了sigmoid 那变成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好那对每一个layer 对每一个layer不同的分别去做 做完了以后 我就分别会得到了一个这个 而且他都是正数 因为他经过了sigmoid的概念 会得到各种不同的这个 好那我们会在训练过程当中 会给他一个weight 好那这weight是告诉你说 看哪一个重要 好重要以后去 乘上这个weight以后 就做加全 这个其实也就像一个attention的概念 在这里 因为你当时训练出来这个weight 对每一个 等于说对每个channel 做不同的一个比重的学习 好做完了以后再做softmax 好那这一个就是我们讲说 这另外的一种做法 当然跟我们要注意的是这边 我们如果要用GAP来做这一段时候 因为我要做什么 叠加 好我要做叠加 所以他的这个channel数 还是要相同 他才能够做这件事情 好所以这边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在设计上你要做 那我们要补充的是说 我们前面当然这边是用这个resnet 当你的这个设计的方法 我们讲这都是我们讲的baseline 一般你看文章里面 它就称为baseline 你可以把它替换成各种 你想要的一个状况 只要在每一个block 我们讲像densnet densnet它每一个block的中间 你去把你要的资讯抽出来 好那这样就行了 那我们在前面有示范 示范怎么去把这个部分 得到它要的这个feature 不管你要用hook 或者其他的方式都行 或者你在做一个feature 做一个feature extraction的网络 修正的一个方式 都应该可以达到你的想法 那这是最后 我们结合了这个fpn里面 做到所谓多尺度的分类的方式 提供了两种方法 那请各位参考 看你要怎么样设计 你自己的一个 利用fpn所做出来的一个结果 Pytorch有一个内建的 feature pyramid的一个网络 那你可以直接接 比如说你前面做了resnet 把这个不同的channel丢进来 它会自动帮你找到 你说要提供的就是所谓的 这个input channel的list 你会给它一个list 比如说这里面的数字是多少 那丢进来 然后你告诉它说 你最后的出去的 比如是你的feature map 数量是5或10 或者任何一个数量 它出去里面的这个feature 数量是一致的 在这边刚刚在这里出来的时候 它这边的feature map的数量 如果不一致 当然也没关系 就是看你怎么设计你的fpn 只是在Pytorch里面 它设计出来的 是5 它后面有个小例子 它后面都是给它5 好 那当然它有什么normal layer 这个你就不用管 它是不是要把它做一些 这个normalized layer 的一个怎么去使用它 就是它一个 等于callback function 好 那有没有 这个最主要就是 其他你还可以再设计不同的 这个extra operation 就是后面你要不要做 再做convolution 或者怎么样 你可以自己选择 你可以把它加入进来 变成另外一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 类似像callback的一个概念在这里 好 那我们后面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示范一下 怎么去做这个fpn的一个使用 Pytorch的sourcecode fpn的sourcecode 你可以从这个连结上去找到它 你会知道看一下它怎么写的 这样的一个网路 可以做参考 那我们直接看一下后面的例子 在fpn里 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例子 它的基本的做法就是 你要宣告一个这个 所谓autodictionary 你可以从collection里面去做到 这边是把这个feature pyramid 的这个网路做初始化 所以在这边我们刚刚讲过 你需要做 看你要做几个layer 像在这里只有三个layer 那我在范例里面 我写了四个layer 你可以指定你想要多少个layer 它就是帮你自动做feature pyramid 那output出来 这边就是告诉你 都是五个feature map feature map就是都是相同是五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叠加 你要做的prediction的一个 我们讲这个 后面的这个head的一个概念 好 那它做法是这样 你可以自己宣告不同的 譬如在这边 你可以知道这个 它有排列的顺序 我刚在前面没讲到 它有排列的顺序 也就是进来的这个里面 进来里面它是image越大 这是再变小 再变小 所以你会知道这个是比较大 所以你在前面有用10 20 30 40 这个是比较大的feature 它是由底到大 这样的一个概念 可是它出来的大小 就是由大到小 出来是 出来的反过来是由小到大 反正你就知道它的顺序 也是类似这样子去排 我们看印出来的结果 是由大到小 我刚刚讲没有错 这是印出来的结果 而且你指定五 我这边指定五 它就产生五个 它的图形在这里 只是我这边用了三层 这边是用了三层 我这里用了四层的一个概念 它会产生不同的一个 这个feature的数量会出来 它会帮你自动做 skip connection 然后做 up sampling down sampling的一个动作 在这里 我这边是怎么样去把每一个 layer印出来的样子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的范例 重点应该是 我怎么和 像譬如我要用我的 跟我的resnet 因为resnet可能大家最熟悉 怎么和resnet做一个连接 那我在课堂上会解释 这个部分 那其实 后面会介绍到 这个resnet 怎么加fpn 我们在课堂上再来介绍 怎么去修改 这个resnet 然后怎么去和 PyTorch原来的fpn连接 那最后当然 你可以设计你的head 整个把它做出来 所以你基本上 你有了这样的 这个原始的code 你只要做一些 小小的修改 你就可以得到 你最后想要的 这个 我们讲multi-resolution 的一个 这个prediction的一个layer 以上我们介绍了 这个fpn的一个概念 除了它原来在paper里面 比较的四种不同的 这个 就是multi-resolution feature 的一个概念以外 我们后面介绍到 怎么样使用PyTorch 来使用它内建的fpn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自己 建自己的resolution 那在课堂上 我们会介绍 怎么把一个resnet 修改成变加上fpn 的一个部分 当然你可以用hook 的概念 前面也介绍hook 怎么去把feature取出来 那我们还是做整体的 这个fpn和resnet的相加 那我们希望 未来我们做出来的网络 都可以把这个fpn 就像multi-resolution的 这个概念 全部加入到我们的 这个 这个deep learning的network里面 所以不管对feature的大 和小 和资讯融合上 它应该会做到 更好的一个方式 那以上是我们介绍 fpn的一个 网络设计的一个概念